2月8号消息 据东森新闻报道 以海产超级白两首歌曲 打开知名度的有机人乐团 曾因为一首超级白 被黄古轮筹码妖孽 2011年休团后 相隔三年 以全新的四人组合再出发 当中被刺手金庸 竟藏有隐藏的身份 那就是昆林的哥哥 至于为什么昆林与哥哥不同性 是因为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原本只有伊莉黑黑两人的 有机人乐团 加入了金庸小蔡两人 当中被刺手金庸 金庸被发现很面熟 记者致电经纪公司正式身份 被死守金庸 正是天王嫂昆林的哥哥 其实现任昆林经纪员的金庸 一直都有在玩乐团 只是形式作风非常低调 若不是这次曝光宣传照 也不会特别强调 自己是昆林的哥哥 其实金庸是团圆黑影的高中同学 当初嗨嗨找他一同玩乐团的时候 金庸也没想太多就说 那就一起玩一下吧 反正我本来就很喜欢音乐 有机人一个礼拜 都会有固定一天练团 玩创作练习歌唱 四人感情非常好 可以说是手足 其实有机人乐团 一直都有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单曲 未来也期盼能被唱片公司看见 将音乐正式发表成作品